晚上六點多三名男子進入飯店櫃台辦理入住首室 待四個多小時後大批員警上門 直接將三名嫌犯帶走 從宜蘭到台中短短十小時內 就找到嫌犯的藏匿處所 在我背後這間飯店呢 就是宜蘭HA嫌犯藏匿的地點 警方能夠在安法後十小時呢 找到他的落腳處以及鎖定身份 關鍵就在他坐車室留下的數位資料 北區啊所有旅賓館加起來是109家 那我們知道土法煉鋼兩人為主 去清查所有的飯店 嫌犯開著坐來的車一路製造斷點 還不忘變裝眼人耳目 警方透過租車系統APP一路緊追 從宜蘭到台中順利縮小追捕範圍 嫌犯在接種租車之後一路開往南下台中呢 不過呢就是一位租軟車的系統 有綁定駕駛人身份 所以呢警方還能夠快速鎖定嫌犯目標 就跟那個租車公司一樣啊 因為你要上傳你的身份證 財力證明跟信譽卡 他才會綁定讓你過 寄一隻 送一隻 你來 放這裡 警方在台中將人逮捕 馬上帶嫌犯回基隆租屋處 在櫃子內找到大筆現金 330萬元贓款是而負得 嫌犯自以為聰明駕駛出來的車 讓警方難以追棄 沒想到租車系統APP 全洩漏各自和行蹤白忙一場 警方也順利找回受害人被詐騙的血汗錢 進行黃泉堅 趙俊麟 台中宜蘭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